香港,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海港城市 拥有360公里的海岸线 超过250个大小岛屿 绵延的山脉 以及风景宜人的郊野公园 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都让这颗东方蜘蛛 成为多种野生生物 栖息和生长的天堂 正值夏日 位于香港元朗的大唐有机生态园中 草木繁盛,生机勃勃 其实我们大唐有机生态园 在香港已经经营了25周年 跟香港违规也是差不多的时间 将这个农业 在一个生态的地方 介绍给香港的市民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梁志峰自小在香港元朗出生长大 对这里的一事一物都十分熟悉 年轻时他总喜欢行走于山间 欣赏郊野的自然风光 此后他与家人一起 在这里创办了生态园 种植植物,养植动物 共市民参观游览,亲近自然 一干就是25年 这里就是我们生态园的马场 就是这二十几年 其实它的历史挺悠久的 就是香港很多的电影的拍摄 那些电视剧的一些场景 都是在这里取景 然后就用我们的马匹去拍摄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香港这个赛马的活动 很多退役的马匹 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之后 他们退役就会转到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都是战争了一些香港 那个马俗 这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的地方 马匹 鸵鸟 孔雀 山羊 在梁志峰的眼中 香港不仅有钢筋水泥浇筑的高楼大厦 更有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 根据香港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显示 香港拥有3300多种植物 55种鹿漆哺哺乳动物 115种两漆和爬行动物 194种淡水鱼 130种蜻蜓 245种蝴蝶 以及超过560种鸟类 相当于全中国三分之一的鸟类五种 回归以来 特区政府也出台不少政策法规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其实好像香港已经回归了这么久 都25周年了 我觉得香港除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之外 很多这些生态的环境 或者一些生态的保护的设施 我觉得政府都应该大力去推动 特别是在疫情 经历了这几年的疫情之后 很多香港人都意识到 一个不是只是生活在城市就叫好 很多人都已经慢慢接受一些户外活动 生态活动 行山 露营 他们已经开始是醒觉 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我们是要保护多样性 而不是一个单一城市一路去盲目的发展 从发展初期以为追求经济效益 到如今经济与生态并重 保育与发展并行 在梁志峰看来 回归25年来 香港社会愉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昔日积深 相间异渝的小小生态园 也逐年发展壮大 为人所知 随着港人生活态度的转变 生产模式的升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香港逐渐深入人心 也将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香港本来就是发挥很快的城市 所以现在香港人除了过一些城市的活动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政态 旅游 大家自然的一些活动 他们需求都十分大的 因为在这里 他们才能够真正地享受一种安静 宁静 季燃 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享受经济 快速发展的享受以外 他们也开始去专注一些 季燃生态 生态文明的一些发展 哪些方向 我觉得这个方面 香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进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季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季燃